晚上我们来谈宗教与人生 虽然这个题目这些字大家都非常熟悉宗教 到底什么是宗教什么是人生 当然我们虽然常常听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里头的内涵 假设我们要去详细比较有研究详细查考的话 当然只是表面上一些字意 大概一个抽象概念 一个模糊的概念 那我们先看宗教是什么意思 宗教 这个宗的话我们看中文字 因为今天就是没有整个翻译 就是全部中文 今天是中文的聚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中国字 大家都看得懂 那这个宗教上面就是有个庙宇 有个庙宇的那个上面 有个房子 那个是庙宇 就是对庙宇的尊敬 那底下有一个室 室字旁 那这个室也是一个神字旁 这个室就跟神有关系 庙宇里面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那这个室本来应该是有上面有山话的 后来就给它省畏 省畏就变成两横 本来是要三横 在古字 那后来就改变 变成两横 那三横是什么意思 三横就是说 这个日月星 日月星 那古代的人 就要透过这个日月星的变化 来预测未来 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 这个跟主持人所讲的一样 里面还不能多观测 观察天色 什么天发黑 发红 那表示要放晴 天气要变得坏 这个都是有一些 他们经过经验的累积 观测天象 看天什么颜色 云彩什么颜色 就知道 再将一两天 再过来一两天 这个天气 将会什么变化 好 那这个就是透过日月星 这三样的变化 来预测未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宗 那宗就是对神的一种 敬畏的活动 就是宗教 这个教 当然我们知道教育 教育就是要教化 要启发 也就是 对人 要把它弄得比较文明一点 大家所规矩 这个要教化 比如说早期的人 那比较野蛮 早期的人 因为那时候 也没有什么教育 所以就 以前的中国人 称呼欧洲人 为野蛮民族 就是因为中国人自己认为 比较有教养 经过儒家 孔子这些儒家 他们的思想 好像比较教化 但是欧洲 其实以前欧洲 还比较养开化 那欧洲人是懂到这个文艺复兴以后 接着什么工业大革命 才比较 才比较进步 今天就非常进步 因为有这些宗教的复兴 这文艺的复兴 还有工业的革命 不能以前 在几千年以前 在中国也是很强盛 被认为是有教化的 所以这个教化以后 就是要教导 要教导 要赶快 要启发 就是要传播 传播一个 一个价值观 传播一个道德的理念 所以这个 整个就是宗教 那宗教一般来讲 它有三个要素 有三个要素 那第一个要素 就是要了场所 对于这些神的敬拜 当然是要了场所 那么第二个要素 就是仪式 要有个仪式 好像教堂里头 有集会的仪式 这些庙宇 他们在拜神的仪式 有地点 好像基督教叫教堂 佛教叫庙宇 清清室 他们也要清清 这个回家要清清室 所以也有这些场所 也有这个仪式 比如说回教 他们也是摸拜 那一天要五次 像有某个方向 他们还要看角度 他可能 比如说在机场 我们曾经看到 有人在机场 也是在拜 那些回教徒 他们很虔诚 然后他们一定要 对准一个角度 他们 他们回教徒都知道 什么时间 要对准什么角度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仪式 那还有第三个要素 就是信仰的教义 你一个宗教 他一定有一些规条 像我们儒家也是一样 儒家也是有一些教条 比如说 我们要 也要尊敬别人的父母亲 要疼爱别人的孩子 老乌乌以及人之老 这个也是 至少我们现在都会变好 我们都能够 能当出口 不是记得全部 但是有几个 比较 我们比较熟悉的 所以宗教的要素 就是有包括场所 还有仪式 还有他的信仰的这个教义 那场所的话 比较对于基督教来讲 我们会堂 就是一个场所 大家聊到会堂 来参加聚会 那聚会本身 也就是一个仪式 我们也固定仪式 比如唱诗 祷告 正道 灵会的时候 也就是仪式 我们在举行习交礼 洗礼 还有举行圣餐礼 这个都是有个仪式 像地位记里头 也是在古代 也是有个仪式 那比如说信仰的教义 那信仰的教义 当然在古代 他们就是摩西所 颁布的这个密法 那就变成当时的信仰 那最简单的 比如说亚伯拉罕 他还是祖坛先祭 在他们自己的家 叫祖坛先祭 祖坛先祭 他做什么 他就求告主的名 这个求告主的名 虽然是很简单 做一句话 那其实是当时 他的教义 他当时教义就很简单 就求告主的名 不像我们今天 我们要讲这个十大线条 什么要讲神 讲圣经 讲教会 讲圣经 讲安息日 我们今天要讲这些 但以前 在伯拉罕的时代 很简单 就是有一个场所 在他们家 有个祭坛 然后呢 有个仪式 他们要拜神 他们也要杀 来当做反击 来献上 不像谈要做什么呢 谈就是要献祭 然后他做什么 他求告主的名 这个求告主的名 就是变成他的信仰 他的信仰 就是信仰独一的真神 那个像亚伯拉罕 显现那个荣耀的神 就是那一位 那一位就是他的神 神也曾经向他显现 是荣耀的神 是全能的神 神要成为他的盾牌 要成为坚定的依靠 这是亚伯拉罕所相信的 所以亚伯拉罕所相信的 在这个罗马书那边记载 亚伯拉罕所相信的 就是什么 就是 从无创造有的神 然后呢 是死人复活的神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都是有一个教义 所以这是宗教的内衡宗教 如果宗教很善的话 就不叫宗教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没有什么仪式 也没有信条 这个就不是很善 这个就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 所以宗教信仰 它是有这个内涵的 它也是对神的一种 一种敬畏的活动 那么人生 人生 那当然人生 我们更知道我们人生 人生过得怎么样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很快活 你的日子是不是过得很苦 好像我们以前的 这个在疫情期间 大家居家 再帮我们随便出去 那大家家里头 大家都觉得很闷 待久了就觉得很闷 这个是一个人生 所以人生就是人的生命跟生活 那假如人死了以后 按照我们人 我们所理解的就是 这一辈子就结束 他的人生就结束了 可是呢 这个真正 因为我们是要探讨这个宗教 所以宗教对于人生的看法就不一样 那人生呢 这个生 这个生就只有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今生 今生 就是现在我们在活着 那么另外一个是来生 这个两个是生 一个是今生 一个是来生 那我们请看 这个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十八章 路加福音十八章 十八章三十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节 三十 那这边说 没有在今世 不得百倍 在来世 不得永生的 所以我们看这边就提到 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 对 一个是今世 现在 那一个是 the age to come 就是将来 一个是来世 将来就是来世 所以有两个 一个是 现在今生 一个是来生 来就是未来 未来就是人死后的那个世界 所以我们生呢 也是有两个 有两个 那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认为 只要今生 只要 反正我死了就算了 死了就结束了 其实还没有结束 瞬间说 死了是睡觉了 那睡觉以后 等主再来临 那个在末日的审判 大家都要复活 那做善的 做恶的 大家都要复活 然后就结束审判 那善人 义人呢 就跟神在一起 就能够进入 神所预备的永生 预备永远的快乐 假如你要信主的话 你要信耶稣的人 你要信神的人 那将来就是到了地狱 做到永远的刑法 就是两条路 所以我们再来看 二十章 路加福音的二十章 三十四节 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四节 二十章三十四节 意思是说 我们这世界的人 有价有取 有取有价 有价取的 那么这世界 就指着这个世界 This age 那么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 这个世界 那么再请看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 那三十五节说 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 与从事里复活的人 也不取 也不嫁 所以有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 有嫁 有取 对不对 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 有嫁取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 有嫁有取 有建造房子 有生活 那另外一个世界 那世界 就是说 那个以后 我们死了以后 要进去那个世界 那里呢 不取 也不嫁 因为已经 进到一个零的世界 进到一个零的世界 所以死了以后 我们就进到一个零的世界 成为那个世界 那跟这个世界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三十四节 跟三十五节 就用七分两个世界 也就是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世界 有嫁跟有取 比如说我们都结婚了 那么将来的世界 就是不叫不取 为什么不叫不取呢 因为大家都复活了 变成 好像主要是从死里复活 以后一样 就变成一个零体 一个零的世界 一个零体 那零体呢 就不需要再嫁取 大家都像神一样 像这个能够看到神 像主要是一样 复活一样 大家就变成一个零体 那么这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那生命有两种不同的生命 那因为人都会有一死 那圣经说死错 且有审判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宗教 那宗教就是神 让我们 让我们有永生 能够想做永生 所以我们今生就要预备 我们今生就要决定 要决定我们来生 要走哪一条 我们这一辈子 就要决定 我们就要决定 要不要信耶稣 现在就要做决定 信耶稣的话 我们就是为了永生 做预备 我们现在信耶稣以后 我们要预备要行善 在基督里要行善 去帮助别人 我们要接受洗礼 洗去我们的罪 我们要行道 那我们要领受圣灵 来帮助我们行道 那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工具 我们要行善 自己本身 做恶的话 怎么去行善 这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变成一个善人 一定要变成一个圣洁的人 没有罪的人 那神就派着耶稣基督 来留学 为我们定在实力架上 所以我们今天就靠着耶稣基督 来洗礼洗去我们的罪 然后能说出来 应学圣灵 来帮助我们行道 来做善事 所以我们今生 就为了永生来预备 那这是关于这个宗教跟人生的解释 这个字的意思 字的解释 那我们现在就有这个了解 初步的了解以后 我们再谈第二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宗教的由来 宗教怎么来的 那宗教 当然是有人才有宗教 没有人的话 当然是不需要宗教 对不对 不需要有宗教 没有人 我们就没有语言 我们现在不会存在 没有人的话 我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 所以有人才有宗教 那为什么有人才有宗教 因为这个宗教 宗教就是人犯罪以后的一个产物 人犯罪以后 人得罪神以后的一个产物 也是人的一个产物 为什么 因为人总是要找个安全感 像婴孩 像小孩子 那小孩子 我们看婴孩 只要慢慢离开他的视线 他就快要哭了 他要找妈妈 说妈妈你在哪里 他要找妈妈 然后找到的话 把他觉得很放心 找不到 把他继续找 找不到 然后他就哭 说妈妈你 但你到了在哪里 所以小孩子 这个婴孩 没有妈妈在他的旁边的话 把他觉得没有安全感 其实大人也是一样 大人也是要需要一个安全感 我们看有的人觉得要有钱才是有安全感 要很多的存款 有些人只要他的亲人 他的亲人 他的家人在他旁边 他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他不需要有很多钱 他只要爸爸妈妈在身边 兄弟姐妹在身边 他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有的人就是要拿个学位 找个好多工作 这样子他认为才有安全感 所以每一个人都 透过各种不同方式 来找到一个安全感 所有的人都是必须要有安全感 不然你看我们为什么 说要买房子买到好区 那有的时候买到那个 比较中间的区 是没钱啊 假如有钱的话 有那个几千万的话 当然大家都会买好区 没有人说我随便 我去不在乎 没有这种人 所以大家都要想一个安全的地方 安全安全安全 这就是人的考验 因为人没有安全感 才要找一个安全的隐蔽处 是不是 那人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那就是因为人得罪神 那我们请看创世纪 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那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练 创世纪 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 那主神所造的 我用蛇比天女一切的火物更狡猾 那蛇就对女人说 神提示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第二节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我也有第三章 我有园中园中的那颗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没有你们死 第四节 那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第五节 那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要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 再继续看第六节 那于是女人呢 见那棵树上的果子 也有好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够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用给她丈夫 丈夫也吃了 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要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吃生落提 便拿无法果 便拿无法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那第八节 那天起了阳风 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 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 躲避主神的面 第九节 那神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呢 第十节 他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吃生落提 变长了 第十一节 那神说 谁告诉你吃生落提 莫非你吃的 我吩咐你 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 那这里呢 是告诉我们 人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 因为人害怕 人害怕 所以 第十节就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就是因为害怕 害怕当时没有安全感 害怕 那他们为什么会害怕呢 因为他们吃了 散热树上的果子 那散热树上的果子以后 他都知道自己要吃四种 那本来 其实本来 他们也是吃四种 我们请看 第二章的二十五节 第二章二十五节 第二章二十五节 二十五 当时夫妻二人 吃四种落提 并不羞耻 你看到 其实 刚开始 还没有得罪神以前 他们两个人 也是吃四种落提 但是呢 他们不觉得羞耻 那当然 这个我们看 从这边上看 好像是很落 怎么吃四种落提 圣经写的 这个不伦不略 怎么吃四种落提 其实这个吃四种落提 实际上 这是一个形容词 这是一个 非常的贫穷 非常贫穷 很赤贫 按照原本来的正义是说 他们当时非常贫穷 非常贫穷 但是呢 两个人并不觉得羞耻 并不觉得干渴 并不觉得有需要 那这个就很奇妙 很贫穷 但是他们能够 能够安平 能够知足 知足常乐 能够知足 虽然是贫穷 但是他们觉得不需要 没有需要 我很好啊 我不希望买这个买那个 这种人是很容易知足满足 我们现在有人贫穷 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真是很羞耻 我家里很贫穷 我家里 那个沙发已经救了 沙发还是 还是有人送的 那沙发还是去捡癌的 那觉得很羞耻 那你看当时 两个人不羞耻 很赤贫 他们连一件衣服 我们就说 用连一件衣服 都没有 因为吃四种落提 就没有穿衣服 连一件衣服都没有穷到这个地步 但是他们并不觉得有需要 并不觉得有需要 他们说 OK 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因为当时他们两个人是夫妻 他们也不觉得有需要 那现在呢 就不一样了 现在他们吃了 这个散热吃饭果子以后 他们才发现 哇 眼睛打开了 眼睛明亮了 开了眼界 那开了眼界还不好呢 当然开了眼界 这个也是 这是装性的 在这开了眼界 比如说我们去南边旅游 哇 这个风景很漂亮 哇 这个大峡谷的风景非常漂亮 很壮观 你这个瀑布 那个水很壮观 哇 这是开眼界 哇 神的创造怎么那么伟妙 那么这个美妙 那么伟大 这是正面的 正面的开眼界 那负面的开眼界呢 就像这里所说的 好像我们啊 去朋友家 那去朋友家 去聊天啊 看到朋友 他们家里面 有什么乒乓桌 又有什么运动的器材 然后你也大开眼界 你就回家以后呢 就跟太太说 我们明天也要买一套 买一套运动器材 这个四年脚踏车 还有什么乒乓桌 那为什么 因为你大开眼界嘛 你知道别人有 那你也想要有 你也想要有 这是一个开眼界 这是负面的 那比如说我们一样 你到别人家 看到有什么东西 你这是去哪里买的啊 他也要想要买 其实他本来不买的话 他日子过得很好啊 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还没有开眼界以前 他日子也是这样过啦 对不对 你要乒乓桌可以打 他也是这样运动啊 他只是出去外面走路啊 像我们现在 到外面走路啊 还是在会堂这边走路啊 也是可以运动啊 可是现在 他看着他的朋友 有乒乓桌 他也想要买 那其实啊 没有也不熟 他还是照常过日子啊 所以就是开眼界 你也可以说是 正面也可以是负面的 但是这里还是负面的 你看看了眼界以外 他都觉得缺少了 那我觉得缺少了 我就没有安全感啊 我少了啊 好像我们现在 钱少了不够用 就没有安全感啊 所以为什么 现在的人要赚很多钱 要有很多钱 才会有安全感 那少了就没有安全感了 所以这里少了啊 你就发现两个人是赤神落体的 然后呢 他们要解决啊 比如他们要买东西啊 他们要买 你看 买一个 说哇你们很好 在家里面打篇房球 很好 就买了 对不对 就去买了 那么以后 看看其他的人 又有什么东西 哎 不错啊 他要想买 那就是要欲望无止境 对啊 所以就不能够解决问题 你看他们赤神落体 然后就拿五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造裙子 可是这个不是解决办法了 因为那个叶子还是要枯干啊 那枯干以后他们还是要继续找另外一些叶子来做裙子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人的欲望 这个就产生一个欲望 那欲望的就是无止境 对啊 无止境的欲望 那就人的就产生痛苦 痛苦就是从这边来的 自贪不如的人就会痛苦 那自贪不如的人呢 一定会会抱怨 我会抱怨 哎呀 我的病苦啊 我怎么样 他一定是会抱怨的 那这个就是没有安全感 这个就是没有安全感 那当时没有安全感 人就要找一个安全感 所以当时啊 就是因为害怕 没有安全感 然后就 是你所说的 他就害怕 所以宗教 宗教的由来 就是因为人害怕 那害怕以后呢 什么都怕 我告诉大家 害怕以后 什么都怕 我们就是害怕 的话 比如说 在晚上 在走路 那有一个声音 有个声音 哇 你以为是蛇 那个是冷蛇的声音 你就 就很害怕 其实啊 不是 不需要什么声音 可是反正你就害怕 因为已经怕了 晚上 晚上 是一定人害怕 没有灯光 在野地 可能有很多的蛇啊 野生动物啊 这些可能会伤人的 会咬人的 所以你就害怕 我们要看一个经节 要看三无的记上 三无记上十二章 三无记上十二章十七节 十七节 这不是各麦子的时候吗 我求告神 他必打雷降临 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 你们求立王的事 是在主的面前犯了大罪 十八节 彼此撒目尔就求告神 神就在这日打雷降临 众民便甚惧怕神和撒目尔 我们看这里有记载 打雷降临 那到今天打雷降临也是很平常啊 我们也不愿说特别害怕 除非那个闪电 是很强的闪电 而且闪电的很低 打得很低 那很低的闪电当然会伤人 假如闪得很远的话 我们反而把它当成是一种景观 可是以前的人 因为这个他们没有这种的知识 打雷降临 所以非常害怕 那害怕的话 当然他们就会觉得 我现在是要讲说一般 因为我们先经文所看到 是对那些以色列人 他们因为已经知道有神 这个是神的带领 因为他们是神特选的民族 那我们讲一般的人 那一般的人 看到打雷的话 像这么说的 惧怕 他们会惧怕 所以他们就是 什么三神 雷神 雨神 火神 这什么都是神 就没有一个神 在主管这个事情 因为害怕 其实那个是天的现象 天象 这个天象的云 一波的话 正负极交加 那产生一个火花 就是一个打雷很大 那一片的正负极 来交织的话 那就会产生火花 这是我们现在 科学上告诉我们的 人就发现 他们以前的科学家 就发现这种打雷的现象 那以前的人 就不知道 就害怕 那为什么害怕 就是因为 这得罪了什么 那得罪了神 以后我们说心虚 心虚 以后什么都怕 什么都怕 所以他们就要找一个安全 那就要 就要敬拜神 就要敬拜神 所以敬拜神是人类 人类为了应付 这不安全感 为了应付害怕 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所以为什么 有的人说 我们人就是一种宗教的动物 我们人这个宗教动物 因为我们 没有安全感 会害怕 然后有人说 我不怕 也不怕 有人怕死 对不对 怕死 所以圣经说 按照定定 人人都有一死 那死后 而且要审判 大家都有一死 那问题是从 大家对 这个未来 对未来 都不知道 这个死以后 不知道 不但是对死以后 不知道 甚至于 对比现在 现在 对明天 对明天 对 下一秒钟 下一分钟 下一个小时 要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知道 我们看现在 事实是多变的 大概 今年 今年的 今年的二月 还是三月 反正 在疫情期间 大概二三月份 我本来是要回台湾 参加我弟弟 他要娶媳妇 娶媳妇 那因为 想说 回去参加 请个家 回去参加 结果没有想到 疫情发生 那疫情爆发的话 就不能回去 要搭配去 什么隔宾 什么都不方便 就不能回去 那谁想到呢 没有你想到 很多事情 我们都没有办法想到 你看 现在有的人 什么要去抽签 对不对 妙语 你们要去抽签 我明天会怎么样 我以后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人 这是对未来 这不知道 因为人 犯罪以后 你就显得很无难 第一个是无难 第二个是无知 对未来的不知道 对死亡 也是很无奈 因为人 都不希望死 人都不希望 自己的亲人 离开世间 可是朋友 就是很无奈 死亡这件事情 就是事实 因为几千年以来 有人的以来 就是有死的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是 没有一个人 能够逃避的 好像是您所说的 没有一个人 能够逃避的 可是问题是 死了以后 要去哪里 那个才是一个关键 假如我们知道 死了以后 要去到一个 更好的地方 那就不会怕 我们就不会伤心 哇 很好 恭喜 你要搬到一个 更好的房子 更好的地方 比如说有人 从那个 比较弱的国家 平成国家 要移民到美国 我相信 大家都很高兴 都为他高兴 为他恭喜 你要搬去美国 美国是一个好地方 是吧 因为 假如从贫穷的国家 来的话 当然是大家 替他庆祝 他不会 他不会伤心 他不会伤心 他只在 要去一个 更好的地方 那那些 他们的朋友 他们的家人 也不会为他 为他拿伤心 因为知道 他要去一个 更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假如知道 死了以后 要去一个 更好的地方 那当然 我们不会伤心 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问题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以后 死了以后 怎么办 那我们请看 来看这个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二章 西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 西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 儿年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 他要借着死 拜方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继续看十五节 下一节 并要释放那一些 一生因怕死 而为奴仆的人 一生怕死 所以主和书人来 主和书人来到 我们信耶稣 信主和书人的目的 就是为什么呢 是要帮我们释放 怕死 要释放 那为什么释放呢 我们就要知道 死了要去哪里 我们就不要怕 那就是因为我们 不知道死了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死了以后 要去哪里 我们才会怕 因为未知 对于未知 我们刚刚讲说 对于未知 只要不知道的话 那也是很无奈啊 所以我们才要买保险 是不是 我们什么汽车保险 就是怕被抓 怕出车祸 健康保险 就是怕生病 火灾保险 怕这个防止失火 什么水灾的保险 怕淹水灾 做这个水灾 这个发生 发生洪水 很多各种不同的保险 就是有些怕 所以我们假如知道 我们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辈子来生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不会怕 所以现在耶稣 现在我们就要救赎 这个宗教的目的 宗教最后 最后的终极目标 就是需要一个救赎 这个才是正确的 所以假如有宗教说 只是一个行善 那还不够 对宗教是要劝人行善 但是最终的目的 就是解决死了以后要去哪里的问题 就是要救赎 所以主要书来 主要书来 就是破魔鬼的作为 然后要释放我们这些 怕死 怕死为奴仆的人 就一般的人 我们都怕死 哪一个人都怕死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死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人人都需要宗教 人人都需要宗教 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宗教 因为我们对于人生 所知都是很有限的 我们对于未来也是很有限 所以知道很有限 我们不能够去掌控明天 那我们还 这个死了以后 我们还 新耶稣以前还是不清楚 所以才会怕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宗教 人人都需要宗教 我们请看 使徒行传 十七章 使徒行传十七章 二十四节 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二十四节 二十四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在人所所造的殿 二十五节 也不用人所来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至于道将生命 气息万物四点人 那这边就要提到神 我们要敬拜 宗教就是对于神的 一种敬拜的活动 对不对 那到底是哪个神呢 就是创造宇宙和万物其中的神 就是这位神 这位神就是我们要宗教 我们要敬拜的一个对象 那么大家请看二十六节 那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联系 和所住的将军 那这也是告诉我们 那这也是告诉我们 人从哪里来 人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 那请看二十七节 二十七 要叫他们选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二十八节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 多在乎他 就如你们做事的人 我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明天呢 我们不需要知道 就把我们就交流给神 就敬拜这位神就可以 那他就来掌管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他就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生命都在乎他 因为我们人就是他所造的 他造人和其中的万物 让我们来享受 那我们生活动作存留 多在乎他 在乎他的掌管之中 所以我们不用去什么 去搓轻啊 去问那些我的命运怎么样 都不需要 不需要 你去问他 他也不知道 所以有的人是 因为他就给予人 有想要知道心嘛 好学心 所以他有时候随便讲 有人的信啊 那事实上就神 神要掌管我们的生活 我们动作 我们存留 所以人都需要宗教 都需要这位神 那我们既然需要他的话 我们就不要再派那些偶像 所以我们就要回来 回到神 这里来 要寻求 我们再继续看三四一诀 三四一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实力富宝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那这个是我们要追求公义 追求义的事情 因为将来神要审判 是按照公义 按照公义 这个公义就是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要按照 追求神的义 追求在神眼中 看起来是对的事情 那么现在 稍微来谈一下 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宗教的三要素 那宗教的三要素 第一个就是场所 场所在旧位时代 神告诉以色列百姓 说你们 我在这边就可以 还是我比较喜欢去哪里 我说到哪里去 这不行 因为要到 一定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 这个在神明记 神明记里头有这个记载 所以我们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 那神指定什么地方 正教会 正教会 就是神立临的地方 正耶稣教会 有个耶稣 有个耶稣 因为很多 这个外面的教会 什么堂啊 什么堂 很多各种不同的堂 这个什么教堂 这些呢 还是什么教会 都没有耶稣的灵 所以一定要耶稣的灵 耶稣的灵 有的什么查经会 查经办 恩典 教会 这个都不够 一定有耶稣 耶稣立临的地方 耶稣自己立临的地方 那个时候是场所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这个宗教有三个要素吗 第一个是场所 那场所是到什么地方去的 到神立临的地方 到神所指定的地方 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 这里有圣灵的同在 所以一定要到某个地点 神所指定的 那就不需要去别的地方 因为神指定 他立临的地方 至少要耶稣基督的灵 那我们是真耶稣教会 是真神的耶稣教会 那这里是真教会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要的仪式 仪式 那当我们教会有不同仪式 来聚会有仪式 来 当然上来 上来就是先末祷 我们刚刚开始在末祷 那奉祖会书的圣灵开始 那有唱诗 有祷告 比如说我们灵物布道会的时候 有洗礼 我们就去海边洗礼 奉耶稣基督的灵 然后洗去我们的罪 那这个就是仪式 然后还有洗礁礼 还有圣餐礼 这个就是一个仪式 所以你东教的要素 的第二个就是仪式 仪式 那仪式要根据什么呢 仪式是不是随便便一个仪式 仪式就是按照圣经 按照圣经的仪式 按照神的指示 因为我们刚刚从地点 地点神也要指示 因为我们今天是敬拜神的话 当然要敬拜 要尊重 要尊重祂 要尊重祂的指示 要听祂的指示 不论我们敬拜谁呢 我们敬拜神 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祂指示 一定要到祂指尽的地方 到正耶稣教会 然后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 有些特定的仪式 然后有这个信仰 我们今天要拜的话 要根据什么来拜呢 对不对 我们当时要有个信仰 然后才能够教 宗教就是教化 要教育 要传播 传播都要一段讲 那讲什么呢 讲什么 一定有一套的系统 那这套系统 我们现在根据圣经的 整理出来 就是十个信仰 我们教会比较独特的 五个教育 十个信仰 那当然这些 我们晚上没有办法 一一的来解释 那假如有兴趣的朋友 第一次来的话 当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 能够继续炒考 能够继续炒考 这个教会 的这个信仰 我们教会 生理书教会的信仰 这是宗教的参加书 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 来稍微做个结论 宗教跟人生 我们现在就是人生 我们现在就是为着 要为着永生来预备 好像我们就有考试 也是为了考试预备 那么我们以后要过好的生活 当然现在要预备 学生他们就要预备 将来 要好 现在要好得读书 以后能够上班 上班以后工作稳定 他们的功 这个生活都比较好 对不对 要所谓比较稳定 对他来讲 比较有安全感 所以就在精神 也是要预备 所以我们也一样 为了永生而预备 所以现在就要做 现在就要做一个选择 人人都需要宗教 来解决我们人生 这个不完全感 在耶稣里头 能够提供安全感 所以主要是他说 你们放心 放心 你们在世上会有一些苦难 会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难题 但是你们放心 因为主我已经生了世界 我们只要依靠主 我们需要宗教 需要耶稣基督 让我们能够放心 能够有安全感 所以在他里头 我们就有安全感 因为他要成为我们一个避风感 好 那我们晚上到这边结束 我们再来继续唱诗 430四十 谢谢大家 我会说